SHADOWS OF SEX 阿咪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呢我們要來試用這個蛇夫座 蛇夫座技能非常的強大 他主動技能呢是15秒內可以排珠 而且呢只要只有神跟妖精的話 還可以增傷兩倍的倍率 CD練滿是8 他是最短最短的15秒排珠 比打擊還強啊 那這邊呢 他的倍率是3.5 那一定要有神珠或妖精 他是極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妖精 對除了神珠之外一定要有一個妖精 那這個雖然看起來只有3.5倍呢 但是他還有一個特殊隊伍技能 就是他如果移動步數超過25步的話 可以增傷兩倍 所以就多一個兩倍增傷 再來是經過的鬼精呢會變成強化符石 那如果隊伍中有妖精的話 還可以增加1秒的轉租時間 對他的隊伍技能還滿強大的 這邊呢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些新的星座呢使用技能的時候都會寒生 他的技能名字 不過他是講英文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不太懂 我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不過呢我們來試試看 這一隊的隊伍到底有多厲害呢 這一隊的倍率呢基礎是24.5倍 那加上 這已經加上那個2倍的增傷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隨便打一下 6C 7C 8C 一組木珠 2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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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木珠而已喔 這是他的平砍的傷害 好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就是 不開技能 先平砍 好 轉租時間有加1秒還不錯 8C 一樣一組木珠 沒錯 就是可以打到20幾萬到30萬的傷害 他的傷害非常的可怕 這邊呢我們就來開技能吧 這邊是牌珠 呃缺點木珠 好 增加點木珠 這是他的預設隊伍 所以那個隊伍的組合沒有很強力 我們這邊就來 好 好 聽不懂我還在講什麼 不過呢 15秒排珠 時間非常的充裕 有些打擊那個8秒真的是有時候不夠排啊 不夠 不夠我排 這邊慢慢排 好 就這樣 OK 來 兩組木珠 哇 都沒消到 好 九十幾萬 好 兩組木珠將增傷下去就是幾萬 木珠太少了 木珠還是我們主要的傷害原因 那 我們一樣 牌珠 呃消珠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25步 會在隊長上面有寫25步 這是我們達到最高的 轉珠增傷了 好 他的平砍傷害 我們剛剛是不是隨便又打了一兩百萬 嗯 搞那麼痛 木珠的差異真的很大 隨便打一兩百萬 好 這邊直接 解決他 OK 就這樣 好 光燈外掉了 光燈外掉了 好 平砍傷害真的很痛欸 他這個傷害怎麼感覺比 比那個 比那個三藏隊還強啊 一組木珠可以打到二三十萬 這樣是有點誇張欸 好 這邊我們的技能 全開 我們來看一下 比他預設隊伍最強的增傷 到底可以增到 多可怕 好 柴珠時間 水珠水珠 時間非常的充裕 不用著急 好 最後了 OK就這樣吧 這樣 好 四組木珠 這個傷害我想應該破千萬 沒有問題 七百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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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木珠 然後地人全開 這樣子 七百多萬的傷害 這一隊的好處是 絕對能解開強化珠 而且五屬 強化盾也是可以解 他只要經過 滑過去就會變強化珠 那傷害不用說 看起來就夠高 那 蛇腹隊的組合上呢 一定要有神族 然後至少要有一個妖精 妖精的選擇上不多 那基本上 我們就放彈珠系列的好了 當然如果你缺補血的話 就帶一個了 妖精 這個木妖精 補血量兩倍 那 這個選擇不多 那神族的話 就蠻多的 神族 不過基本上 我們還是會選 那齊吧 呵呵 這邊唯一 比較慘的是不能放木屋 因為他限定種族 那 龜爾當然也是可以放 好 這個直接炸掉也不錯 那 神族選擇上 就比較充裕一點點 這邊還是帶一些 比較強 然後比較強力的增傷 所以我們的蛇腹座呢 以這樣的組合下去 應該是會比剛剛 預設的隊伍還強上許多 那蛇腹座呢 毫無疑問的 就是這一次的最大獎 這次呢 有三個大獎 但是呢 他是大獎中的大獎 裡面就 我覺得他是 倍率最高 最實用 他就算當成成員也非常的實用 就算不把他當隊長 放在那七隊 也是可以排出 而且有增傷效果啊 所以呢 他算是一個蠻萬用的選擇喔 如果超浪的話 就真的非常幸運了 那這就是這一次 蛇夫座的介紹 還有試用 跟他的隊伍配對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下一次呢 我們繼續來介紹 仙女座 那麼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